大家好 我是高仇潮 相信圓無意外 大家都知道姜濤 這個藝人 我懷疑他可能真的有嚴重情緒病 一個不小心 隨時不斷先一次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沒多久之前 出台上百卡表演 繼續掃 很瘋狂 然後時常在IG動態發一些負面的東西 就在近日 又有新搞錯了 政府有個活動 請了他做嘉賓上台表演 當他表演唱《蒙雀嘴說愛你》的時候 有幾個小孩出來 跟他同台表演 其實那一刻沒什麼特別 一點都不好笑 接著他見到這個場面 不停在這裡笑 說一說 說一說 也很意外 看到他這樣 我就真的意外了 沒有最意外 只有近意外 他那刻沒有唱歌 只是在笑說一說 誰知呢 繼續聽到他的聲音在唱歌 嘩 真是厲害 姜濤原來是用福語唱歌 看來他來衝出亞洲 成為亞洲第一 不遠的了 講到這裏 我想都不用多說 大家知道什麼一回事 有人做藝人歌手 他做藝人歌手 他都做得挺輕鬆 跳舞不是好 唱歌的感冒聲 家臣 咪嘴巴埋唱 那就賺很多錢一個月 所以幾時都說 運氣都是一種實力 不需要讀書很好 有一點點運氣 你的人生就會很不同 好了 這件事發生之後 那群姜粉有什麼反應呢 那就當然死刺姜濤 攻擊一切反姜的行為舉動 例如說姜濤很善良 好有愛心 見到小朋友的舉動好可愛 這些才是牛上 我愛姜B 姜濤沒有咪嘴 這些是戰敵聲 像是大聲了一點的意思 那些小朋友真的不應該 這樣突然走出來 但會安排得不好 姜濤是本土人 身為香港人 繼續支持自己香港 舉報截圖毀滅姜濤咪嘴證據 就是這樣 那些狂熱粉絲 都是這樣 其實這樣的 咪嘴真的不是什麼問題 很多歌手都這樣 但你都專業一點 完成整個表現 不斷在笑說話 瘋狂 他看來真的挺嚴重的 正常人是不會有這樣的行為 只有嚴重情緒病人 才會這樣 他不想的 但控制不到 這樣下去 真是遲早出事 不是說玩 不是嚇大家 加上這次好幾次的了 有跡可尋 他現在肥到這樣 個人認為 藥物影響多過真是亂吃東西 藥物影響是發揮得很快的 做娛樂圈這項 面對的人和事多 比較容易有情緒病 因此 姜濤友是不奇怪的 姜濤也是快點退出 對娛樂圈好 對他自己也好 不是這項材料 硬頂 遲早出事 他那些粉絲 幫不到他多少 不過 台上那些小朋友 真是有童年陰影了